谷歌每天都会有数十亿次搜索 这意味着广告商不可能为每次搜索添加关键字 使用广泛匹配和智能出价是最好的适应方式 帮助您实现绩效目标范围内的所有相关搜索 当您使用广泛匹配时 有时会出现多个广告系列 广告组可以与相同的搜索流量相关 例如,假设您经营跳伞业务 您希望根据业务目标设置搜索广告系列 您可能有一项宣传高级跳伞课程的活动 以及另一项宣传获得跳伞执照的活动 因为广泛匹配会匹配相关流量 预计会对您的关键字产生效果 搜索我附近的跳伞认证可能会匹配以下两个内容 高级跳伞课程广告组和跳伞许可证广告组 广泛匹配和智能出价可确保您最大限度的提高效果 由于重叠,可能会使用相关性较低的广告 这两个广告组的目标和预算之间存在差异 这就是我们推出基于人工智能的关键字优先级的原因 它确保每个搜索仅匹配与您最相关的关键字和广告组 我们来看看Google Ads如何确定搜索哪个广告组 如何匹配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关键词优先级如何适应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检查是否有与用户搜索相同的关键字 例如,如果有人搜索我附近的跳伞认证 并且你有关键字 我附近的跳伞认证 这个关键词将被优先考虑 请记住,所有相同的关键字将优先 无论匹配类型如何都不相同 但是,相同的完全匹配关键字将优先于 相同的短语,广泛匹配关键字 如果没有与搜索相同的关键字 然后基于人工智能的关键字优先级 确定哪个关键字和广告组 与搜索最相关 例如,搜索我附近的跳伞认证 将与您的跳伞许可证广告组匹配 而不是高级跳伞课程广告组 跳伞许可证广告组与搜索更相关 因为许可证是认证的同一词 但请注意,广告组中的关键字 理想情况下,您的创意和登录页面 应该反映这个主题 如果在这些步骤之后 有几个具有相同优先级的关键字 广告评级将选择哪些关键字将进入竞价 一旦您的广告进入竞价 就会进行比较与其他广告商的广告 使用广泛匹配和智能出价时 基于人工智能的关键字优先级 可确保搜索匹配是正确的 即使您可能对其他不太相关的广告组 提出更高的出价 那么,如何帮助系统了解相关内容呢? 通过考虑搜索词的含义 所有关键词 在广告组和广告组内的着陆页中 确保每个广告组都有明确的主题 这很容易与其他广告组区分开来 例如,为了确保任何许可证搜索 或认证与您的许可广告组相匹配 如果可能 您应该使用包含许可证或认证的关键字 最好是提供许可证的特定登录页面或认证 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的关键字优先级 通过使用广泛匹配和智能出价 来吸引更多相关查询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外贸建站 谷歌推广 海关数据 请关注我 请关注大咸